5月3集 因為疫情之前我們講去年5月好了 5月3集之前 那時候我基本上一整個月大概會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基本上都不在家 那我們就會到處去做轉播啊 中山堂的那個大型的轉播這樣 他就是拍那個節目 就帶狀的節目 那從去年5月開始 因為我們其實會有固定的一個客戶 他每個月都需要轉播 然後每個都需要這樣的設備 那其實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5月去年5月我還記得就是3集的那一天 他那天租設備應該要租3天 可是第一天的中午我就去收器材了 因為下午馬上升3集 那一天我永遠都記得就是那一天禮拜五 那從那一天開始一直到現在 就因為大型的活動都沒有辦法辦 所以像大型的研討會啊這樣的一個轉播的話 都沒有辦法辦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營業額至少這一年下來 其實是差到120萬左右的 光單一個客戶的轉播其實就差到120 你看一層灰啊 太久沒有用都是灰啊 有沒有都是灰塵啊 我老婆講我今天沒有要出去工作 這兩個月都沒有案子 那你在公司幹嘛 就是打蚊子啊 對啊那有時候晚上我都很比較晚睡 然後那個我老婆都說 你為什麼不睡覺 我說我在思考人生的方向 接到電話那時候其實就覺得 那就CAMPAN啊你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大家不會跟你講取消 所有人都不會跟你講取消 都跟你講延期 所以你會覺得他有一絲希望 我最常看到就是 同業公關講說欸 我要去跑UBER 去年五月五六月那時候很多 包括像攝影師燈光師 全部跑去做外商員 我有一個作用名叫做 從出生拍到往生 基本上我什麼都拍過 就是跟影像有關的東西我都拍過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有一次 我們只有出一集而已 那一天是拍一個叫林谷塔的簡介 那只有一集的狀況之下 我們拍攝要分鏡嘛 那那時候就是在講到說 就是早晚都會有那個 筛工來念經這樣 他到最後其實是有點生氣的 因為我總共叫他量了六次 因為我換了六個不同的角度 所以後來他有點弊秘 其實我那時候是買那個 防毒面具跟面罩 其實是為了要買給他用 然後就開始研究說哪一個比較好 CAM的比較好 還是什麼樣的N95 P100的綠材 哪一種比較好 然後大家看到我買的時候又開始說 那你也順便幫我訂一個訂一個訂一個 那不然我們來賣防疫器材好了 然後就是為了賣那個防疫器材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 還趕快就是寫那個申請書 去給那個衛生局 我們要申請藥證 公司要申請藥證 因為你沒有藥證 你沒有辦法賣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是同步進行做很多事情 那時候為了賣那個防毒面具 就是運用自己的本業 然後拍形象照 告訴大家 帶這個東西不會很蠢 其實是很時尚的 所以那一批 那一批賣蠻多 大部分都是那個防毒面具 跟一些就是防疫的一些綠材 那時候的壓力 那時候壓力其實是蠻大的 就是你每個月時間到就是要繳錢 那沒有事情做啊 三級大家都不能出門你要做什麼 對啊 那時候 唯一一個讓我不會那麼慌的原因 是因為那時候小孩 那個 有小孩 所以你也花一點點時間去 去照顧小孩 所以你會覺得有事情做 反而不會覺得這麼的 這麼的慌 就是不吃不喝眼睛張開 每個月就是15萬這樣出去 包括像房貸啊 車貸辦公室租金 水電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日常的設備維護費用 這些東西 還有有錢 你有出差就是有有錢 住宿這些 有些時候 可怕的不是你沒有賺錢 可怕的是你要墊多少錢出去